大家好 華記1月5日五間報導 今天剛剛和柯創成吃完飯 還被他爭贏了 請我吃了一頓飯 多謝你 因為之前有幾次爽約 謝謝 另外回應 網向編輯部 社長Wayman Wong 點名想我回應 有關於顧小培 在打疫苗方面的意見 我要先表明一下我的立場 首先 多謝網向Wayman Wong 我聽到他們說話都遷就我了 不是說一棍毆下來 首先要講一下自己的立場 我是全力支持香港市民 去打疫苗 對抗新型冠狀病毒 希望我們香港盡快可以打贏這場仗 我自己肯定會打疫苗 問題是如果可以選擇我打中國 我就不打美國 但如果林鄭要我們打美國 也沒辦法 但我是有點不滿 林鄭為何她不走健康碼 禁足令和全民檢測 所以在這方面我是有點不滿 當然現在有疫苗 希望每個人都打 疫情早日離去 至於我和顧小培的關係 我就要交代一下 因為近年 我發現我有一些網友 有癌症 有癌症 有些去到末期 無意間 我網上看到顧小培 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很適合 沒有藥醫不等於沒有得醫 對於末期癌症的病人來說 是一個希望 在這個情況下 我看到有一位節目主持人 叫做威威 以前在香港電台主持 醫線金融網的威威威 我和威威認識了很多年 我馬上打給威威 叫她介紹顧小培給我認識 我和顧小培很快聯繫 然後約她做了一期訪問 她立即答應 跟她做了一個節目 分了幾集出 原則上 她仍然堅持 對於癌症病人 特別是末期的 沒有藥醫不等於沒有得醫 我覺得這句說話非常有正能量 我當然支持 既然已經到末期癌症第四期 在細醫和中醫的角度 是完全沒有藥吃的 你回家等的 如果用一些偏方 或者用抗癌四小補 我都覺得是一件不錯的事 有正能力 我就傳遞開去 但我自己的立場 如果你是癌症的早期發生 一定要去看我們傳統的細醫 因為我們香港的醫療系統 已經是非常先進 很多癌症病人 在早期都已經是康復 我現在是針對末期沒有藥食的 可以試試偏方 不知道什麼偏方 有很多偏方的坊間 或者試試顧小培的抗癌四小補 出發點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其他事情 至於他的證件 我看到他有一個叫卓建明家的Youtube頻道 有18萬多的讚 中間握莊 如果我沒有猜錯 應該是曾玉成 你看到沈祖堯 全部都是藍過南巴勒海客的正常人 正常人 就在台上 我應該覺得他也是正常人 我就是這樣出發點 但私底下我跟顧小培不熟 私底下我跟顧小培不熟 我們的WhatsApp溝通 都是通常 我試過有幾次 有些網友是有癌症 末期 想過來看 轉介給他 至於他賣的產品 首先我華記正能量的店舖 是不能賣的 我是不能賣四小寶的 如果網友想找他買 我都沒辦法 因為顧小培有個遊戲規則 就是診證必須 不要說診證 你想買他的健康食品 你一定要先見他 每天有40個醜 Walk-in是不做你生意的 即是你這樣去買他 是不做你生意的 另一件事 雖然我跟他不熟 但那次訪問 我就得識他 是把自己的假期犧牲 逢星期三 就會幫一些基層 透過民建聯 建制派 引入一些基層人士 拍攝全家福 因為 胡小培是一個攝影大師 他的機器很美 很貴 很正 他又幫人拍攝 扯頭照 結婚照 或者是全家福 都是免費 還要貼錢 誰去到他的拍攝 還要貼多50元 還有送多一張SD卡 不留行 他不會保留你的照片 拍攝完之後 還給你多50元 我覺得 一個人 有這些 積福的行為 叫做為責社群 我也很欣賞 就是這樣 至於 顧小培 他所說的 其實我都沒有怎麼看 因為 他所說的專有名詞 特別是 很多英文字母 加些數字 我完全聽不明白 還有 我也重新多次 任何的KOL的影片 絕大部分 99.9% 我都不看 因為我自己的影片 我自己都沒有時間處理 哪有時間看別人 但是 有些朋友 很多時候會轉發一些影片 給我 我就會分享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我在這裡交代了一次 我的立場是 支持全香港市民 打疫苗 包括我自己都會打 這是第一 第二 如已經去到末期癌症的人 已經是沒有辦法的時候 可以試試不同的偏方 或者有一個偏方 就是 顧小培的抗癌四小寶 也不需要一定去顧小培買 到處都可以買 就是這樣簡單 接著他的政見 我覺得他卓杰明 現在是一個正常人的頻道 所以我覺得 他也可能 應該是很大機會正常人 但是我還沒有心交 所以我就回應 Mong向編輯部 社長 Wayman Wong 多謝你 給我這個 解釋 或者分享 自己的一些看法 好嗎 所以在這裡來講 我希望大家一起去支持 不過我有一點點不太喜歡 林鄭的抗疫手法 特別是袁國勇說話 不適合聽 不過我今天就 不要說這些政治立場 表白了我自己的立場 是支持香港市民打疫苗的 好嗎 OK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一定要保重身體 多謝 拜拜